大家好 這一段影片會說明星期三的炮馬的菜 我的全人馬膽和冷藍精選 也跟大家說真不好意思 因為今次會遲了出 原本是5點出 但遲了一點出 因為之前那段影片的音響和聲音有問題 又是沒有聲音 所以我又要重拍 好 大家也可以繼續讚好 提醒大家 按個like 讚好這段影片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記得留意著 好 全人馬膽選了第三場賽事的四班千二 這場我喜歡六號的逆逆奇達 今次我都選了兩隻蝕鷹的馬 這隻是其中一匹 這隻的逆逆奇達其實是一匹我覺得蠻好質素的馬 而且在神粗看到牠是蠻成熟的馬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先說 牠是一匹未出過賽的馬 但不要緊 試夠四貨雜才來跑 而當中就試了兩貨重發雜 一貨沙田 一貨跑馬地雜 其實就做到竹藝跑 而這四貨雜 其實這匹馬都是很有走勢的 我喜歡這隻馬 就是 神粗 不是很急的 不會說很重的 牠是收斂的 要牠快的時候 拍跳是可以給牠出來的 我喜歡這隻馬 不要說神粗反反聲 很重口走掉 這些馬我不喜歡 反而這些馬 扣到實 是收斂的 留得到的 要牠快的時候騎下去 牠是有的 我喜歡這隻馬 拍跳也追得好 單跳收斂 拍跳追得好 我喜歡這隻 講完拍跳之後 講完試集 試集在四貨集中 頭三貨集就放在前面 有些速度 最後那貨集 流後追 隻馬都追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隻 一日期達是可以留意的 我們看看一貨試集 這一貨試集是 谷草1000米的轉彎集 3月27日試 這一貨集 牠早段留後 跑 其實就追得好好的 入到直奧肥出去追 亦都很少見到一些側身的馬 可以在後面追上來追得好 還有這一貨集 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這一匹馬 直到聽龐述 賢仔說 這隻馬口有血 可能是因為綁利的時候 影響到這一匹馬 但是這隻馬有血也追得好 我們可以看看這貨集 這隻馬其實是在追勢方面 是相當之凌厲的 鏡頭前面叫做 外面紅色箭咀藍衣 就是逆逆其達 入到直奧 牠在外面追上來的 勢力是相當好 前面就是上山晚虎 那隻不可以 但外面那隻追得好 還有 這貨集是那一日的谷草集 全日最快的一組 1千米集 時間又好 隻馬追勢又厲害 回到如小還有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匹的 日日其達 其實在這貨集的表現 是相當出色的 這場賽事會怎樣跑 不知道的 但我不怕 放在前面這隻馬試習又試得好 留著後面追上來又追得好 跑法靈活 你不用怕牠 出閘快 會不會影響到 隻馬的表現 快的話 或者沒有馬走的 牠出閘夠快 而這場賽事沒有馬走的 就放在前面走 出閘不是很快 而前面又沒有馬走的 就留著一段醉 牠兩樣都可以 那你怎樣跑都可以 我就覺得 這隻的日日其達 跑法 具靈活性 我就覺得 這場賽事 這些新馬會穩定很多 不是單一的跑法 賣 所以我就先要這隻 日日其達 做全日馬彈 好 那麼精算 還有一件事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匹馬跑谷草 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 武器方面 那些兒子 在香港以前有幾匹 全部的萬聖區 萬聖仔 全部都會跑谷草 谷草反而是更加好 所以我絕對不擔心 血統方面 好 那另外呢 這次呢 剛才也說過 選了另一隻蝕鷹的馬 選了第2場賽事 五班千八 我喜歡 8號的老老富貴 選這隻馬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覺得 這場賽事 蓄銳一擊 這隻馬 只有九百多磅 一千磅 是很小的 他轉過來苗瑞德之後 你知道苗瑞德是辣粗的 非常地獄式訓練 我可以說 那麼粗得那麼密 跳得那麼密 又經常試賺 功夫太辣了 這個磅就下跌了 你看這些小小馬 今季的磅 105磅 然後不斷創新低跌 這個磅很噁心 你看不斷下跌 太小顆了 亦都不是很辣粗的 所以今季的表現 其實落袋五班 是偶爾一兩次跑得好 他不是那麼好 因為那個磅 拖累了 不斷下跌 不夠體力 然後還要負重磅 這隻磅 五班當然是不行 自己本身的匹體衝有跌 但是騎士副磅有增加 當然是 糟糕了 所以 其實這隻磅 我覺得 這隻磅 尤其是去到中後段 那些階段的那些 那些財值 不用看 這次不同 這隻磅 休息兩個半月才出來跑 這隻磅 還要期間 他也免得操 因為這隻磅其實有基本的狀態 歸初已經 大隻磅是頂不上你那麼辣粗 體力不夠 那你為了這次有賽前 當然要休息 休息兩個半月才出來跑 當中 很夠火 因為沒有試閘 我相信他是故意不試閘 而且 其實他 途中的 功夫是沒有缺貨的 他是度到足 慢功夫做足 又有單條 所以其實他根本健康不是有什麼問題 只不過是想讓他休息 讓體重升 還要體力回復 這次就不同了 升了46磅 似乎是有成效的 偷偷慢慢 就是跟他搏這次 我覺得 他在這個路程是最好的 今季 跑第五個場 背著頂磅 跑到第五名 是跑谷草千八 這次背著125磅 不用背重 還要馬匹體重升 似乎體力回復 只能回復的話 是這次 排了二檔 不用留那麼厚 這隻馬在海外贏 海外跑得好 也不是留厚 他是跟前的 所以二檔 這場賽線不能馬匹 跟著步速跑 跟著放頭馬跑 我覺得他是 有些機會 始終看到馬防部署 神操部署 似乎是這次 好 另一隻邊線的冷門馬 有些分頭 第八場 38650 我也覺得這隻馬在神操有一點進步 就是二號的進龍飛騰 因為這隻馬 是一匹很心急的馬 不懂得放鬆 很緊 很用力的 經常 也是 僵口不好的馬 所以 基本上 每次跑得很搶口的 這隻馬 以及 他很難留 很難操控 但是我覺得最近 他在神操跳 有些進步 拍跳 他是 因為 這隻馬 是收斂了 少少 以及 沒有那麼緊 我覺得是鬆了少少 這隻馬 這次比何澤堯跑 我覺得比巴道跑得更好 始終一來 呂建威搭 更加 值得順賴 二來 這匹馬 我覺得 何澤堯 神操跳 是順 順順的 走得順順的 這隻馬 所以 這隻進龍飛騰 他是一匹 其實在海外 都是跟前 首號位的馬 這場為甚麼 他好一點 我已經要要 因為沒有步 又是 這場賽事沒有馬放頭 如果沒有馬放頭的話 又是理會跟前面的馬 會好一點 進龍飛騰就是跟前面的馬 我覺得這隻有權 有點突破 始終是看到神速有一點進步 而且他是一匹跟前的馬 我覺得這場賽事是可以試一試的 這隻進龍飛騰 有些賠率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最後我把照片給大家看 這次全球馬丹 選了第3場6號的逆逆奇達 以及難問精選第2場8號的老老富貴 第8場2號的進龍飛騰 這條片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 星期三贏多點 好 先說到這裡